我们的社会里出国留学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 有许多人出国留学以前呢 不清楚自己出去要学什么 学到什么程度 学成以后有什么用处 而对于他们将要留学的环境 譬如说是教授、师资、学校、社会风气等等 也往往不太了解 他们在国外可能一待三五年 甚至十几年 有些人拿到了学位 但是也有些人始终拿不到自己想要的文凭 好像学得了一些什么 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学到 那么对于那些准备出国 或者是希望出国的年轻人 心里应该要有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 我们更请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始 年轻的人能够有机会出国深造 这是非常好的 但是也必定说非得出去不可 所以一定要出去留学以后呢 才能够出人头地 不一定啊 不要怕人家说没有留学 没有在国外的学历 就好像是丢脸 好像比人家矮一级 其实不一定 在过去的确是呢 有一些 在我们国内来讲啊 因为教育的环境 教育的失败 没有国外的那么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国外是国内的教育环境啊 也渐渐的提升了 但是我还是赞成了 能够有机会出国 去看看 到国外去能够玩 渐渐失念了 也是很好的了 因为人人都认为啊 一出国就能够拿到修位 能够把树读好 不可能呢 不可能 这个好像是人人都在这种状元 哪里可能呢 一个是呢 我讲我们自己本身呢 一个是知识的 千天的知识 有的人读到了 说是就没办法读到博诗的 有的人呢 这个环境呢 影响是他没办法读书 一出国在国外 或者找一份工作了 或者是交了朋友了 或者是做什么 一种什么示意了 诶 他读书又读不成了 所以真正的能够把树读好 的人呢 百分比并不是很高的 可是呢 不要老子这么想 一出国一定要拿个博诗回来 没有这个必要啊 如果能够多玩博诗很好 多不玩博诗 多不成博诗 拿不到博诗 没关系哦 这个反正出国了 出了国回来了 或者是出国了 在国外就医了 都是很好啊 在国外呢 在外国人之中啊 不像我们现在 我们台湾的人呢 都好像是没有修为 就好像是第一级 好像很耻弱 其实在国外呢 往往啊 政治的领袖 不是博诗 他用了很多博诗 这博诗只能做什么 做二级的 三级的工作 这第一级的工作 多啊 都一定学历很高的人 所以大学生 或者是那个读到苏诗的人 往往就能够做领袖人才 而读到读书读得很高的人呢 当然也有做领袖人才的 可是呢 因为他太专了 太精了 所以是他没有办法做领袖了 而做了变成了技术的 专业的幕僚的一些人才 因此我们呢 出国的人 要准备出国的人 不需要 把目标啊 定得太高 我们在国内的父母们呢 也不要要求 期待着自己的侄女啊 所以你呀 替我沾一口气啊 你到这国外啊 一定要拿个布施拿回来 不要认为那个布施啊 好像到那边去 就一剪 就是剪个山羽回来了 一剪 剪了一个什么 一块石头回来 不是那么简单呢 当然 很多人家里的 一来一个布施 又来一个布施 好像很简单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 所以是 对子女出国 不要这么要求 就是说你平安 平安安的去 平平安安的回来 你能够读到多少书 就读到主教书 能够修到什么 就得修到什么 能够修到什么程度 就修到什么程度 只要平安 只要过得很愉快 那就是福报 那就是幸运 不要一定呢 强求着 这个做梦 我一定要做个博士 不一定的 不需要 但是呢 我自己是有博士修为的 因为我多得很快 那是不是我去的时候 说我一定会拿到 博士修为呢 我没有 我说我去试试看 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 已经39岁 我以六年的时间 读完书试 读完博士 这是很快的 那么在国外来讲 像这样子 幸运的人不多的 我有一个在家地址 头脑很好 家庭背景很好 身体也不错 可是呢 在物理学进入两年以后啊 他身体不能读了 头痛 不能读了 因此呢 刚来我说打坐 说了打坐 慢慢的养病 养病 养到这个身体好了 他问我要不要再读书 我说可以读 他问我读什么 我说你看你读什么 他说 物理学很难读 我去读数学吧 我说好 你去读数学 结果读数学 博士修为读了两年啊 又不能读了 他就来问我 师傅 我有害病了 头脑又有问题了 我怎么办 我说停学 身体要紧 他说 没有读完书 不丢脸吗 诶 我说你要命呢 还是要脸呢 他说我要命 我说你要命呢 你暂时修养 他就放弃读书 放弃读书以后 他问我 师傅我还要想读书 我说好啊 你去读啊 我说你读什么 他说读化学 我说你究竟想读书 要修位 还是说要面子 他说我要面子 我说你不多了 面子不要打 不要读了 我说你现在已经有一个 像这样的书已经够了 后来就不多了 但是现在他的工作很好啊 很顺利啊 他赚的钱很多啊 这个生活得很愉快啊 不过他就这么一个 波士修为而已 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也就是说人的命运啊 人的命运 你虽然头脑 你的自责 你什么都行 可以读 但是那又读不起来 那也没关系啊 所以我们想啊 劝作为要去留学的 年轻的人呢 把我自己去画 这个能够啊 好好的想一想 可能有点帮助了 哎 我并没有教你们 不要读 读博士修为哦 我们要如何建立一个书香社会呢 勾起摄影法师来为我们开始 读书是非常重要的 正如问题里面所说的 现在的人时间非常的紧奏 大家的看书的习惯啊 没有那么耐心啊 但看不看书呢 有 可是呢 没有像过去一样啊 可以看几个小时 或者是几天看一本书 连续地把它看完 那现在的人除了啊 在研究所 或者是在大学里边呢 直接老师指定的功课之外 要去看书啊 这个习惯很不容易养成了 特别是这几年来呢 一般的人呢 大家都喜欢看短短的文章 看漫画 而不希望啊 看文艺性的 艺术性的 或者是哲学性的 也就是自信的 虽然 虽然 所以自信这个名词呢 受到广泛的传播 大家都叫自信自信 但是 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呢 真正的自信很少 都是啊 在感性的状态下 在看感性的书 甚至于 根本不是为了看书 而是为了消遣 因此我们在马路边商 书店里边报谈杂志 所有的书啊 都是琳琅满目啊 有多少书 所说的开卷有益 有多少书啊 是开卷呢 是无益的 而 就是说漫画来讲 各种各样的漫画都有 有儿童漫画 现在是有成人漫画的 那大家看漫画 究竟是看什么呢 看吃鸡 看消遣 既不是啊 要求知 也不是啊 要啊 求的什么安慰呢 什么启发呢 不是 这是说时间不好消磨嘛 就拿一本书翻一翻 拿一本杂志翻一翻 那么这种现象 我在日本读书的时候 东京的文化 就是这个样 在我们台湾现在好像啊 也是这样 那是不是说 我们呢 因为这个样 就没有真正的读书了呢 也不是 真正的读书人 还是在读 是不是没有啊 好的作品 没有好的呀 这个书了呢 不是 写的人 还是很多好书 那问题是在于 我们多宅们呢 有一定的对象的 写书的有一定的 多宅群的 什么样的东西 写出来 他的目标就是 给什么人看的 因此 我现在在这个时间之中呢 我劝了 周围观听众的 菩萨们呢 看书啊 那些书看的是没有用的 浪费时间的 而虽然是说你在 消磨了时间呢 但是对于自己的人格 不能成长 对于自己的姿色 不能成长 对于自己的机能 不能成长 而这是说把时间 消磨而已 这种书尽量的少看吧 父母啊 或者是哥哥啊 姐姐啊 或者是长辈啊 应该呢 带着孩子一起去看 看有意的 一致的 有益于身心的 有益于身心健康的 这些儿童独物 也有漫画 那么这样子的东西呢 可以啊 帮助孩子 也帮助自己 我这么老了 我现在也喜欢看漫画耶 这个儿童的很好的漫画啊 我拿到手上 我可以跟小孩子小朋友啊 一起看 我觉得也很好啊 有的东西 我过去小的时候 没有福报 我没有看过 那现在我看一看了 也觉得很好 所以有很多相当好的漫画书啊 我们现在的人没有啊 没有去注意它 所以是呢 看书还是需要有一个原则了 就是说不会看书的人呢 就是说为了消磨时间 有什么书就拿什么书看 那是我知道不知道 所以这个爆摊杂志上呢 有一些书是垃圾书刊 我知道吗 我知道啊 我有翻过吗 我也翻过 有的人拿着给我看 说法师你看看 这本这种杂志好不好 这种杂志要不要 这种杂志 市面上那么多怎么办 我只是看了以后 念阿弥陀佛 我本能够下一个命令 说这个杂志不能看呢 我说看的人自然会看啊 不看的人自然不看 还有呢 我们尽量的这个宣导啊 像这种书最好少看啊 如果接触到了 你大家翻一翻 翻一翻以后呢 告诉人家 像这种书看了不卫生 对自己毫无益处 那活必要看到 而且呢 对环保的这个精神呢 也违背的 这个废物的搓板品越多呢 浪费的纸张越多 制造的垃圾越多 所以这个也不是很好 阿弥陀佛 那如何才能够建立青少年 正确的宗教观呢 我们再就恭请圣言法师 来为我们开始 这个问题啊 我问的是问的 要问我解答 如何帮助儿童青少年呢 孩子们呢 正确的认识宗教 结果呢 说孩子的父母们呢 都是明星的 都在那边呢 求神拜 拜鬼 那我想这个 好像这个两个问题 一起解答了呢 那父母如果说不了解 正确的宗教 那孩子怎么能够了解呢 也许孩子从学校里边 但是学校里边 现在我们没有宗教的课程 那孩子们从什么地方 可以了解到福法呀 不容易啊 我们还是要从父母开始的 呃 在我们中国人的 许多的父母啊 有一种偏见 呃 也可以说 一种成见 成见形成的偏见 所以成见是什么呢 过去的人是怎么说 是怎么想 所以现在人也是怎么说 也怎么想 这是成年老旧的看法 就是成见啊 但是这个偏见呢 就是不正确的看法 而现在还能用 这叫做偏见 这个 不必是老人家有这种见解 年轻的人也有这种见解 比如说我们现在呢 正在很努力的推广啊 推动啊 这是儿童的青少年的 这个禅修云 学佛云 是快乐儿童云 但是还有很多很多的父母啊 他们年纪不到 就是三十来岁的人 或者三十四岁的父母啊 他们说 孩子们这么早 让他们信宗教 那还得了吗 孩子们要他们长大以后 他们自己选择啊 我们怎么可以让他们 强迫他们信宗教啊 这个观念对不对 是我们中国人的成见 这也是中国人的偏见 另外还有一些父母们认为 现在宗教呢 大概要做和尚了 所以儿童参加了儿童营以后 会不会做和尚啊 会不会做尼姑啊 我倒还不舍得我们的孩子去做尼姑做和尚呢 有这样的事吗 我做和尚 我小时候还有没有儿童营呢 一直到现在我做和尚的蛮好 现在我们看到儿童营的少年营的 愿意做和尚的根本没有 还有父母们呢 对宗教的观念呢 根本不熟悉 有一些人呢 他也到我们寺院里来修佛 来拜佛 来念佛 但是呢 他们不愿意把小孩子啊 也带到寺庙里来 这有两个原因 一个呢 寺庙里头妹子中失辈 大人在念佛 这个小孩子不知道怎么办 因此呢 我们这个寺院里头 也要实施儿童的啊 儿童班的 父母来 儿童也来 那么这个儿童们自然而然呢 从我们寺院里边 特定的老师 也可以是专业的老师啊 带到小朋友 讲一些复法的啊 信仰的啊 修行的啊 基本的常识 第二 父母啊 的确是很重要 父母已经学了佛的人 那就要告诉我 孩子们 这佛教是什么 正确的佛教是什么 正确的佛教 不是女性哦 正确的佛教是智慧的宗教 正确的佛教是慈悲的宗教 智慧 自己就不会吵哦 不会闹哦 不会啊 让父母烦恼哦 告诉孩子们 这样子的观念 那我们信仰 是信仰 智慧 和慈悲 的佛与菩萨 而那些像 这是纪念 这是一种工具 这是一种导具 那就不是明星了 我们佛教呢 要使得这个低层次的 也就可以说 一般的通俗的 民间的宗教信仰 把它提升 提升以后呢 成为呀 智慧的宗教 慈悲的宗教 那就是佛教 所以我想 这个问题 是要从两方面来 一个是从寺院提供 我们现在寺院是在提供 今年我们的法股山系统下边的呀 我们办了许多的儿童营 不仅仅是在法股山办 我们安和台北市的安和分院也办 我们在台中高雄也在办 高雄办的还是办的 郭忠生的下的营 而且呢 我们有几个梯次在办 但明年的时候 又到就是民国85年的时候呢 我们很可能呢 这个儿童营呢 是全省心里到处都办了 那么这一些就是能够使得儿童啊 增长 复旧的常识的一种办法 同时呢 寺院里边有大的法会 有什么奖金的活动 应该最好是你有儿童班 有儿童照顾儿童的这个设施 那么第另外一项 就是从父母这一方面呢 要给在家庭里边要给孩子们 小的时候就要叫他拜佛 就要叫他念阿弥陀佛 或者是念观世音菩萨 或者是念什么地藏菩萨 告诉他们这个目的是什么 是求智慧 是求慈悲 菩萨有慈悲 我们要学菩萨的慈悲 求智慧 佛有智慧 我们求佛给我们智慧 这个呢 就是呢 正确的佛教的信仰啊 校园人里呢 要使的这个师生家长 各受其分 各敬其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